今天运行有点差 给诺埃尔抽吧 我不抽了 记得下一棒是协议 好好好 你个狗坠落眼啊 你是第一棒 诺埃尔是第三棒 我是第二棒 直接选择先跳狗我啦 你攒在原石 直接给诺埃尔抽啦 包的包的包不抽的 你放心 我要是抽我就是狗好吧 误服误服 能反映协议老师的变脸吗 啊 孩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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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 林克 激励挑战 借由我第二方协议来发起第二天的挑战 圆神 体动 进行游戏 直接开始做丽莎级的传承任务 误完之后 我们陷入了卡级 接下来 居落楼给我的任务那便是探索雪山 我们接取探索雪山的主要任务 我们深入雪山 开宝箱 能反映协议老师18岁的反映力吗 调查奇怪的兵 升起忍冬忠诺之后 我们相继调查另外奇怪的兵 开启雪山的宝藏 点亮最后的石碑 开启雪山神像下面的机关 为北斗拿起雪葬的星银 将雪葬的星银等级提升至40级 而这时 我们已经做完雪山山中之物任务 附雪之国任务 乔尔的父亲任务 而这时 我们的原石也已经构意发尸联 那么 你知道要没怎么我了 有没有 有个东巴 又要我操 没事 我们还有星辰可以兑换五颗纠缠 汤中尺四发单抽 无事发生 再次兑换一颗纠缠 现在我们拥有四颗纠缠 外加三百九十颗原石 玉璃又一发十连 仅仅只差五百七十颗原石 大野猪王做新鲜的肉任务 将石英树供奉着六级 领取几颗香玉以及两个粉球 而就因为这几颗香玉 大家会儿 啊 孩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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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住时提前出间 也是优先获得狗教权了 对起码 证明我不飞 好吧 接着 我们领取成就原石以及探索原石 优皮尺一发十连 一个下午蕾 一个读狗乐章 最后 我们将雪山的任务全部清完 雪山探索来到了百分之六十九 但这是因为我们飞红一髓没有全部拿完 如果全部拿完的话 应该高于百分之九十 做完蒙德一小段主线剧情之后 我们的游戏时间也已经来到了五小时 最后 我们原石还剩386颗 纠缠还剩三颗 冒险等级 二十一级 那么 林克接力的第三棒就交给诺埃尔了 诺埃尔的干度让人安心呀